谈音说乐 大家好 我是老游 上一期节目 我们谈到了张学友演唱的话题 确实在留言中我发现 有不少网友认为 张学友演唱缺乏感情 咬字太重 对于这些网友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表示尊重 因为每个人对音乐的这种感知 确实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 你说张学友唱功技巧 颤音满分 我同意 但论感情和共鸣 张国荣 黄家居 王杰 率张学友18条节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 唱歌比较有感情的 有人说陈一迅比较有感情 也有人说郑中基比较有感情 还有说林子祥的 也有说张国荣的 有王杰 有张信哲 有黄家居 你看这留言中 有很多种不同的意见 其实 这个就是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哈姆雷特 至于感情的问题 我讲不清楚 你也讲不清楚 我们都没错 在感情上 不要轻易地认为 别人是错的 不过对于咬字的问题 我们倒是可以展开来聊一聊 有人说 张学友唱歌 太用力 咬字过重 其实 有这种看法的听众 我觉得感觉是对的 但是这不是问题 我觉得恰恰是他的特征特点 流行唱法它源于生活 源于说话 其实流行唱法就是说话 世界上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 歌唱中就可能出现多少种演唱方式 它跟传统的美声唱法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流行唱法在咬字形枪方面 应该说它是没有标准的 我们经常讲个性及生命 辨识度就是你的标志 一个流行歌手最怕的就是 唱得很好 什么问题也没有 但就是没有辨识度 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属性 这是最糟糕的 也是歌手艺术生命 无法持久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张学友的咬字 虽然过重略微夸张 但这恰恰是他独有的个性 也是他最大的辨识度之一 有些人我会开车 掌声里的钱 如果他要是没有了这种咬字和行枪的特点 学友可能就不是学友了 其实这就是审美标准的问题 在流行演唱中 声乐和音乐的基本功是有标准的 比如气息 共鸣 音准 节奏 真假声的转换技巧 声音的强弱 明暗等控制能力 这些都需要声乐技巧的支撑 都是有相对标准的 如果这方面你出了问题 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歌唱的不足 但是情感 它是没有标准的 咬字 也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而大家认为的张学友咬字过重 只是自己固有的一种认知 然后再加上自身情感的不太认同 那么这种所谓的缺点 它可能就会被放大 我举个例子 比如台湾有一个歌手叫张雨 他是唱什么歌都带点哭腔 有一次我记得是 台湾的一个综艺好像 是什么节目我忘了 有一个主持人就逗他 说张雨 你怎么给人唱生日歌都带哭腔的 祝你生日快乐 都是这么唱的 这个从常规的角度来讲 它是不太符合歌唱的审美标准 你不能滥用哭腔是不是 但是谁规定唱生日歌就不能用哭腔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思维的问题 而这个特点 它恰恰成了张雨的一大杀气 也是他独有的个人的辨识度 另外再加上他咬字比较靠后 然后音色偏暗 这些本来被传统声乐 都认为是毛病的问题 但在他身上全都成了特点 集多种毛病于一生 就形成了他独有的个人属性 这从歌手的风格定位上来讲 他是成功的 至于你喜不喜欢 那是个人的事情 所以流行演唱 它不求同 它求异 辨识度就是生命力 我曾经在我的书里面 给流行音乐 做过一个审美标准的形容 那就是求心求变求异 这六个字 大家如果能从这三个角度 去看流行音乐 去看待流行演唱 那么你对流行歌曲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宽阔的审美思路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多点赞